Tyre 川耳其實來自一個夢經 這個野台戲 野台的劇團 因為男女主角都喜歡歌仔戲 在颱風天檯一樣演出 女生為了保護男生就被壓在上面 然後女生獲釋了 男生丧失的记忆 是长达八年的时间 女生徘徊没走 没走的原因是因为 她要帮助这个剧团 让她有传承下去 等于是重新再认识 重新再谈恋爱一次 可是事情总有 最后生离死别的部分 因为他们在初一拜之前 演的是薛平贵 王宝川的《别摇》 回来的《回摇》并没有演完 所以这出戏是不完整的 代表他们两个的感情也不完整 但永远不可能完整 所以川儿这个女孩子 就坚持要跟男主角演完 回摇这一段 所以当一切知道之后 他们两个单独在戏台上 演完了回摇 男主角是因为想起了 因为这个女主角回来 想起了八年前的记忆 想起了她曾经对歌仔戏 所做过的承诺 所以我一直找回来她的热情 不要败啦 不要听老大人这么多 你要安慰 这个故事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非常地凄美 当时 可是我送去任何的电视台 或者是当时的新闻局 要审核通通不会过 所以这个剧本就摆着了 摆到那个用手写稿 那已经泛黄了 我其实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 就是构思这个故事 玩的时候我认为凄美 我认为很动人 所以我就摆着摆着摆着 12年也就没有人要投资 12年在我身上 然后曾卫成导演看到了 就可不可以给她 我说她很可不可以 没有人要嘛 她就写的音乐剧 大概写了五 摆了五年也没有人要 后来为影药 就从写好到真正发生 还是18年 更恐怖的18年 我们那个节语 是从后台的演唱会开始 然后一路到川儿才正式的 取动合作 这一拍即合 她的音乐 她的音乐串起整部戏之后 我听说她在写川儿的时候 写歌是边写边流泪 开心 心花怒放 我希望这个音乐 不断不断地被推出去 因为每一个进剧场看的人 出来都会哼里面的一个旋律 那随便哪一个 比方说宝川别走 等一等平归等等的 任何一段都有记忆点 所以老师把这一个音乐会推出去 我相信会让川儿的生命 再延续下去 然后有机会我们在剧场 或者是正常的戏剧版 或者是音乐会版 或哪怕是只有纯音乐版 我其实都会 我认为都会受到观众喜欢的 那观众应该是抱着 我认为抱着听好听的歌 然后了解这个七美的爱情故事 应该也是会被感动的 所以朋友们不妨可以来感受一下 川儿的魅力跟李泽宜老师 音乐的功力在哪里 8月11、12、13 完生百老会 抱川别走 等一等平归 你们一定要来看 PhD 发垟出雀 销感� nue atiques 搅铁主 열 初二 初二 初三 这 初三 初二 初二 初三